受来自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和欧洲中不高气压的影响 欧洲一些国家气温上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 体感温度足足有47摄氏度 法国已经发布高温预警 巴黎政府紧急推出多项措施来应对热浪 2003年8月 法国曾遭遇可怕的高温 当时1.5万人没有熬过去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这一次热浪在开 法国推出了很多应对措施 巴黎市长安弗德格表示 巴黎已经设立900多个降温点 包括公园 有冷气的公共休息室 喷泉喷雾气等等 市民可以前往这些地点消暑降温 全市8个游泳池在晚上10点之后继续开放 政府会在人口密集的社区加开三个零食泳池 慈善机构会向街友派发饮用水 城市内还增设1000多处饮水喷泉 法国教育部长的宣布 由于高温天气 全国80多万名中学生的升学考试将推迟举行 很多人疑惑 面对高温 巴黎政府为什么这么紧张 大家待在室内吹冷气不就好了 问题就在这里 法国人不爱冷气机 不仅大部分人家中不装冷气机 就连很多公共场所 比如公车内也没有 政府提醒人们不要喝酒 也不要过多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 多冲凉降温 实在热到受不了 就聚超商 电影院等有冷气的地方 待几个小时 这次热浪将持续整整一周 40多度的高温没有冷气 真是难以想象啊 来源 Business Insider